这种戏码都不需要当真 最重要的是什么都回到自己 都回到自己 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 弟弟的状况 妈妈需不需要说明一下 你过来说好吧 老师好 女生好 各位大家好 我第一次来这边 那孩子本身他是CP脑脑的孩子 就是脑性麻痹 然后在应该是推说他33周 然后出生的时候是2188 那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 那因为我们自己照顾 对 我为我们自己照顾 就觉得他什么怪怪 什么KK的 为什么说都会这样子 那就吵无原因 那后来因为自己是学幼教教师 又教学的关系 然后有接触一些课程 在上早疗课程的时候 刚好医生在授课的时候 为什么说 因为脑麻的范围太广泛了 为什么老师说的他都有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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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开始开始就会担心害怕 那一直到他一岁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他还不会走路 就是走路就会KK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是有家去做求诊 我去三小恩祖公医院 然后就同时接受早疗 早疗的一个评估匯诊 连同四五个医生做会诊 然后接着确定叫做脑性麻痹 那之后我们就一直连 我们就 开始连续走我们 的复健过程 那只要谁告诉哪边有好的医生 可以帮助我的孩子 我一定上上下就呆过去 对 那所以我们从小就走复健过程 包括针灸 头皮 手皮跟脚皮 的部分我们都有去做针灸 然后从小就走复健过程 直能 语言 跟物理 治疗 都有走过 然后也接触 我们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不吃药 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药物 还有 打针 医生有说 打什么什么针 肉 肉 肉什么感菌之类的 然后可以 那张力可以稍微张开 可是我们也有 就是就有靠 运动 然后游泳 然后练习耐激力 然后有宗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然后因为我的孩子 我们曾经上了尼泊尔 就是 我就是 我蛮 我蛮acuse 就是说 只要谁告诉我很好 我可以带着孩子 就修训了个月 你就上尼泊尔 然后去朝圣去尼泊拜托 这个是我们这些年的一个学习过程 我来自他很棒 很优秀 那你说他完全好 他也并没有完全好 那你说他不好 他又没有不好 我觉得他比任一个孩子更好 更好 因为他超棒的 对 那我不想要讲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我怎么看他像天使啊 嗯 你们觉得呢 是啊 像天使 对 妈妈真的照顾得很棒 嗯 那我先生也有来 我们今天好巧就是 今天早上我们去上那个欧阳 欧阳尼老师的课程 然后认识了一个蓝大姐 然后因为我今天一直都在厨房忙 一直一直煮一直煮 然后中午就出来的时候 遇到房屋老师 美菊余老师 然后 然后我们就 就这样提起 然后我就来了 来的时候 刚好我们要 要来住建议的时候 遇到我老公 爸爸帮你站起来 他就刚好又下班 然后于是我就跟着我老公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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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过来 就这样子而已 对然后就报告安批 哈哈哈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命运之中 我想 做父母的那么有心 不容易 你们听到了吗 不给孩子吃药 不给孩子打针 这个父母要有多大的 决心跟能耐 真的是 你让他讲吧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什么 有什么感受 慢慢讲不要紧 有什么感觉 身体热热的 热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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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两只手的手掌子在出汗 对 出汗 请问 像你在吃病 大部分都几次吃 像 他的状况大概要几次 你想知道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是看心情 看心情 对 如果 其实我在公园 我们那个所谓公园 你知道吗 流浪汉 我睡了很久 因为我为了要说服 那个 其实你有功力啊 你要帮到那个老人家 阿公阿嬤 拜开 有没有 那是不简单的 那是不简单的啊 我就慢慢的一次一次 然后跟他们打屁 然后到可以出手 我是山寨公司老板不一样 因为我们经营的是 我山寨公司 我一家是营造厂的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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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是做日本贸易 就是日本第一大中央集团 也就是山寨公司的 山寨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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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三十 三十六岁以前 还有室内设计公司啦 还有室内设计公司啦 你有 我们做生意去喝酒啊 就好啦 就拿到了嘛 对不对 带日本人去酒店就OK的嘛 但是你要说服阿嬷 那个脚痛 她又不认识你 然后 你要碰她 我那时候也想过说 要穿慈寂的衣服啊 慈寂嘛 是不是她就会让我碰 我 我当然是碰 碰过癖啊 你对不起吗 对 哎呀 我的遭遇很多啦 学了很多 所以要打屁 跟老人 我是第一名啦 所以我一个 老人公的事业 我在做 可是后面我会做小朋友 孤儿啦 他是这样 讲不完啦 改天我再跟你聊啦 我在慈寂总部是 我现在是一只手喔 你看到吗 我在慈寂总部可以两只手 同时开工 我跟你讲喔 你进慈寂 你不认慈寂的人 你问那个警卫 你会叫文子的 那个警卫是我的病人 他练气功练了二十年吧 结果他 他生病了 我帮他打开 他笑死了 所以你到此去 佛光上到我 松上我在那边 都认识我 就这样 讲不完啦 大家就 其实我要讲一个重点 治病不是很严肃的事 我们那个后面拍完 他到底要知道啊 他文山区的总干事啦 我们灵性中心会 我负责光海 好 治病不是很严肃的事 开开玩笑 啊好了 懂吗 他是这样子 这才是革命啊 医学革命啊 好吧 我讲完了 讲话就能治病的话 我们有一个说法 叫做什么 化疗 这是最有建设性的化疗 上次 想几个礼拜前 大家如果有印象 没有一位余欣君老师 讲到中医 他就很擅长化疗 他很多时间怎么样 就是跟病人聊天 因为病 大部分起因于哪里 心理啊 所以怎么去解 是需要医生本身 第一个 他有这个修为 能够明白生命是什么 还能够看出这个人 他的生命状态 而不是就这个物质面 就这个肉身 去看他的症状而已 所以蚊子它是用另外一种化疗 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 刘老师 不好意思啊 不会啊 刚才